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鲁迅与陈亨克同时从南京矿路学堂毕业 在陆氏学堂总办于明镇的亲自带领下 成日轮大针漫游南京出发去日本 小小少年陈寅克也同传随行 于明镇即使陈寅克的大舅 他可是个新派人物 鲁迅对他的印象不坏 在《昭花西石所记》中 对他有这样一段描述 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 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 大抵探着十五报 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 和教员出的很不同 有一次是《华盛顿论》 汉文教员反而坠坠地来问我 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鲁迅与陈寅克的交往 从此开始到日门后 他们又同在建校不久的东京洪文学院学习日语 到1904年毕业 同学两年 在洪文学院 鲁迅与陈寅克同众一舍 朝夕相处 鲁迅一生骂人无数 主任 主编 校长 从长 将军 元帅 从统 不管是恩人或仇人 领导或下属 他一不开心张口就骂 却没有骂过陆放学堂的于明镇 也就是陈寅克的舅舅 也没有骂过陈寅克 当年陈寅克名篇王冠堂先生晚辞 就发表在《污秘主持》的《学恒》杂志上 《学恒》还刊登过陈寅克与魅叔 与刘淑雅教授论过本好事题 鲁迅把乌密骂的狗血淋头 对陈寅克的古董文章 却很难得地保持着沉默 不知道是因为与陈寅克家族友好的原因 还是学历不歹 不敢妄平 反正终生未见微词 涉在脾气不好的鲁迅来说 几乎是一个特例 要说起陈寅克的家族之大 他是在中国男友望其相对的 陈寅克的祖父陈宝珍 原任职立案查史 甲乌沟寇半高丽 陈宝珍充任大清国战时军居指挥官 以梁凯转运使的身份 负责为前线准备军 谢梁草 周日宇龙鹿 刘坤一 涅士成 袁世凯等面商货电文往来 做的是保家卫国 名垂谦的大事 陈寅克著韩柳唐吉也谈到身世 说自己祖父任胡满巡抚锦德小省 在他眼里 小省当个省长算不上什么官 就说亲自护送鲁逊 陈恒克 陈寅克 去日本留学的于宁镇 出生绍兴于家 也是真正的大家族 单说老于家有个儿子叫于大为 独哈佛 独柏林 与陈寅克同学 陈寅克的妹妹 陈欣武嫁给于大为 寅克于大为原本就是孤表兄弟 亲上嫁亲 于大为后来做了台湾国民党国防部长 自称与陈寅克二代姻亲 三世交情 七年同学 于大为的儿子叫于阳 后来娶了蒋经国的女儿蒋孝章 陈寅克最初从国外回国 人猜的秘书 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三个月 但却和鲁迅来往频繁 鲁迅那时候刚刚出版了 域外小说集第一 第二集 还有叹话一册 书名是陈寅克兄长陈鹏克提写 清明节后的那一天 他取了几册书来到蔡将军府 陈寅克正买手在案前一落圈宗里 鲁迅和他打招呼时 他眼睛直愣愣地瞪着他 老半天没有任何反应 鲁迅将书放到他面前 陈寅克才回过神来 摘下眼镜擦拭了一番 然后找出茶杯 每一支都积满了茶垢 他叫门房给他们送来两盏热茶 两个人面对面坐着 喝了茶 陈寅克才缓和了些 鲁迅将几本书往他面前推了推 刚刚出版的几册书 闲来闲地可以翻一番 陈寅克将书拿起来 随手翻了翻 然后说 我记得当年在日本 你就不来上课 尽找外国小说看 翻译的底子 就是在那时候打下了 鲁迅说 我心思不在学业上 但也并非不听课 每个月都要到注册的学校 胡乱听计节课 我是官费生 朝廷每年有四百元光阳配额 要看清课记录 方才可以按月从学间处领到三十三软 钱 单纯做学生 这钱绰绰有余 但我后来回国结了婚留学的 抽烟 喝酒 够书 这钱就不够用了 你知道的 加上周作人很快与太仙子谈起了恋爱 钱更不够用 陈寅克三兄弟和尹陈寅克说 不过你会挣钱 给浙江朝写稿子 给各种小刊物 同乡会写文章做教队 日子还是过得不错 鲁迅说 那跟你们世家子弟是不能比的 当然 你那时还小 我的成就就远不如陈恒克 陈寅克说 陈恒克是拼了命的 他生来就是读书的命 鲁迅说 你们兄弟均如此 读起书不要命 过目不忘又天资聪颖 陈寅克说 你一双眼睛一直盯着文学这一块 鲁迅说 这是我和师曾陈恒克不同的地方 他用一只眼紧紧的盯着学业 另一只眼关注着绘画 音乐 古诗 广交日本艺术界朋友 完全游离在革命之外 唯一能找得到与革命有一点点关系 那是陈恒克与李淑童经常在一起讨论 研习中国古诗 古话 古略 周作人后来在支堂回忆录里说 鲁迅退学后住东京的这几年 差不多全是贤著 正是学校也不尽 平常只逛旧书店 可是这三年里却充分获得了外国文学的知识 做好将来做文艺运动的准备了 怪不得鲁迅能如此全面的编辑出几部于外校说集了 正是自由的研究 自由的创作 在俄 法 德 波兰 匈牙利文学的大海里自由翱翔 为日后回国扛起新文学大旗打下坚实的基础 陈盈克从蔡厄将军辅私之后再度出国 离开北京时 来到教育部 向各个陈恒克告别 顺便也和鲁迅打了招呼 那天在教育部附近的一个饭店聚餐 陈恒克为弟弟送行 鲁迅和几个教育部的同仁也在座 九过三旬之后 鲁迅与陈盈克回忆 当年发生在东京洪门学院的去世 当时 陈盈克与鲁迅床底着床 两人年龄最伪 接近 关系十分密切 有一次以回国的同学来信 询问鸿门学院的近况 鲁迅和陈盈克 陈恒克等人联名回系 把学院情况事无巨细的一一告诉了他们 陈盈克对鲁迅说 你那时候就看了很多书 我那时还小 并不太懂事 你其实对我的影响很大 那时候 你已认清鲁迅和日本都是帝国主义 都是侵略中国的敌人 当时具有这样的意见是令人敬佩的 我感到很吃惊 你那时就一直鼓励我 受了你的鼓励 我给家父写了很多信 我记得有许多话 比如指出日本包藏货心 其实都是平常你跟我说的 鲁迅说 你从小就与别人不一样 看得出来 你将来的前途无可限量 我们大家都看得到的 陈盈克再度出国后 与鲁迅再没有联系 但是鲁迅日记中 却不时地提到他 而陈盈克却再没有直言片语 谈到鲁迅 作为两位大师级的人物 此种反常行为令人不解 一直到晚年 陈盈克才透露 因为鲁迅的名气越来越大 最后以民族魂的大旗副官盖国 继而成为先知先觉 和全知全教的一代圣人 他怕言及此事被国人物认为 自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 成为六徒之己的无聊之徒 然后是非风起 既以自炫 又以卖钱 连死尸也成了他们孤名获利之巨 所以 晚年的陈盈克 对于与鲁迅先生 曾经是同窗的经历从不提及 这也是陈盈克孤高与自尊的证明 他默默地走着一条漫长无尽的学术之路 最终成为令人仰望的一代大师 他的学问 被傅思念称为三百年来第一人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